女帝卸任齐王之位 奥姑露脸凭借大长腿让粉丝疯狂舔平 第九集是回忆和现实来回穿插的故事 袁天刚和李淳风都想让李星云选择他们其中的一道 而李星云没有选择天道也没有选择霸道 而是选择了心中自己的道 不管如何 他们的心中都是让天下大同 幻境中的李淳风正是现实中的奥姑 两大强者的对战无疑就是第六季的高光时刻 由于幻境中李淳风和袁天刚的原因 让李星云前期被奥姑按在地上摩擦 在关键时刻 李星云受到袁天刚的影响 一锤八时的暴击让奥姑的容颜暴露当场 但是仔细一看 这颜值和女帝鸡如雪比起来并没有太过突出 但是大长腿却在不良人中是顶尖的存在 这架势敢问哪个男人受得重 李星云却表示不服 虽然眉角踹在了李星云的脸上 而奥姑的下场挺惨的 被打的可不只是轻伤那么简单了 这里的李淳风烟消云散了 那奥姑是不是就预示着领和范了 在下集预告中 李星云和墨北还有一场战斗 却不见了奥姑的身影 再加上历史中的奥姑下线很快 估计奥姑领和范的几率是相当的大 最后齐王正式回归齐国 但这次的回归就是放弃了齐国 因为在李星云抱起女帝前说了一句齐国闺牛了 没有了齐国这个领地 女帝是开心还是失望呢 在以前的剧情中 我们都知道女帝想要的不是守护齐国 也不希望参与天下的纷争 如今她成为了真正的女儿身 也以女儿身游历天下 在看向天空的时候 她仿佛看到了自由 毕竟她被禁锢在王座之上 已经束缚了数十年 这一刻不正是自己所期待的吗